欢迎收看大新闻大报挂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的订阅数目前来到61万3 所以再继续帮我往上冲 那么同时呢 按赞订阅分享基本动作 同时加入报挂会员 这个报挂后援会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 今天的线上投票 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与 也就是我们等会都会讨论到的 事实上这两天推出的 蔡英文卸任两个月 推出了115页的 辣台妹写真集 你不要看看 索取一空秒杀好不好 一万本 你觉得他想干嘛 1.怕被忘记 2.想辣对手的眼睛 为什么我们等会会谈到 3.留着纪念 毕竟他执政八年 4.分庭抗礼 这应该很清楚了吧 所以这个四个选项 欢迎大家投票投起来 当然如果你在这四个选项之外的 也非常欢迎您透过留言 或是抖内来告诉我们你的观点 好 那么今天的节目来宾呢 目前呢是 前立法委员郭正安 亮哥 先到是不是 今天亮哥投降 好了 另外还有一位是这个 也是我们前立法委员 蔡正元委员 也马上加入我们 那么同时还有桃园市议员黄敬平 他说他现在塞在路上 刚刚下交流到 等一会呢 也会随时加入大家的讨论 好 那当然这一题呢 其实在昨天登场的 这个是IPEC 也就是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的年度峰会 昨天在台北登场 那我们当然看到我们的政府总统都出席了 包括赖清德总统 他致辞特别提到了 台湾会致力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不卑不抗维持现状 也愿意在对等尊严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和中国进行交流 降低冲突达到台海和平 法律和历史不能够作为对外侵略的借口 中国错误权势联大2758号决议文 是为了建构武力犯台的法理依据 好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的确 这个IPEC大会呢 做出的决议就是联大的2758号 不决定台湾的政治地位 同时不建构一中原则 作为国际法律 好 那么当然在这个总统方面呢 有回应发言人领问说 感谢IPEC以及全球支持 自由民主和平的伙伴 传达民主国家团结的讯息 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好 那即使做出这样的决议 我先请教亮哥 问题是做出这样的决议又怎么样呢 你走不出去啊 你只能够自嗨自爽 不是吗 这本来就来做大内宣啊 因为连那个 连补助经费我们都有出啊 就民主基金会嘛 这个IPEC事实上就是美国民主基金会 还有索罗斯基金会去主导成立的 那从头到尾我们都出钱了啦 那我们本来不是会员嘛 可是历届都有出钱 那这一届来台湾办 都顺便入会 就这样 所以就顺便就弄出一个高潮嘛 就是总统致辞嘛 然后顺便把话题弄到2758的决议嘛 就这样 这个基本上意义非常低啦 也没有人在报道啦 就台湾自嗨而已啦 因为这些议员 全世界反中议员一大堆啊 那你如果有力量 你就去影响你的政府嘛 有哪一个行政 有哪一个政府出来说 他反对2758的决议呢 事实上大概只有美国吧 对布林肯 那你布林肯既然反对2758的决议 那你为什么不跟台湾建交 所以都做一些自相矛盾的行 我说行政部门啊 你在行政部门都做一些 自相矛盾的行为嘛 那立法部门 立法部门反而就来自各种立场 比如说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反中的议员700个 至少也有200个嘛 我们台湾就每天都报道那200个嘛 你怎么不去报道另外500个 就一样啦 那你这个是 从33个国家挑来的 各国最反中的议员 那不是大家在那边 在那边抱着取暖 梁哥所以这就是一场反中大会 就是大内宣啊 还不是大外宣 没有人在报道啦 美国不在意这个啦 你说外媒根本没在报道 没有啦 美国反中的人 自己的国会议员就一大堆了 我还来报道你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个简单讲就是第一个 他如果可能就是建立跟台湾的关系 那台湾本来在各国议会就会有这个有台的反中的议员嘛 那就是借这个机会让大家都来台湾 然后做个大合唱这样 那我们顺便做个大内宣 连大外宣都谈不上 就是大内宣 就是大内宣啦 因为大概只有自由时报绿媒 会把它做那么大啦 投板投啊 没有人觉得这个重要啦 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啊 这个 国际 这个三不五时发生事情 有时候 各个 各国的政府发言人也会讲一些话啦 可是 不会讲到这个程度啦 而且我觉得赖清德去 赖清德去也是很怪啦 因为这个是国会议员的 一个联谊场 如果总统去 事实上重点在于台湾入会啦 就说台湾入会 然后他要见这个机会 把他原来的立场再讲一次这样 赖清德这一次的支持 因为他把这个等同于民主同盟 所以就再一次的 因为他事实上就此言说就这样讲了嘛 就是民主同盟真的存在 你看你看 你看这个就是民主同盟这样 可是来的都是议员啊 那为什么不是来政府代表啦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 去来个有效的政府代表 而且27582决议 是很现实的 如果美国政府 比如说布林肯都讲过 他认为这个没有包括台湾 对不对 那表示台湾 跟美国的关系要另外处理了 那你为什么不建交 你为什么不提高 台湾关系法的地位 你都没做啊 这个就是骗人了嘛 我甚至连觉得布林肯那个都是哄人用的啦 不然你都讲到这个程度了 说27582决议没有包括台湾 那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应该要调整啊 那应该不是只有台湾关系法吧 你应该提高跟台湾的关系吧 我们没有看到后续的动作啊 所以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意义 亮哥昨天这个赖清德在这场大会上致辞 讲到两岸关系的部分 他是不是用词相对谨慎啊 还有特别强调就是在尊严的 以对等尊严原则下 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和中国进行交流 那中国这两个字出来就没有两岸关系了 所以我跟你讲啊 民进党现在真的是 已经看出它的区分了啦 就是在赖清德这个层次 国安层次外交部 一律用两国啦 那在陆委会啦 在这个民间 那就可以讲两岸啦 就这样啦 这个是没有用的啦 这个就是造成大陆对你就是不信任嘛 那两岸的问题也不会有解决啦 你也不要去做梦啦 说人家会把旅客团放过来啦 不可能的事啦 好那我等会也来听听这个蔡委员怎么看 昨天这一场iPad大会 那呃台湾成了会员 主要是因为呢 民众党 民众党的陈钊兹 有到现场 还有这个吴春城 那台湾就正式加入iPad成为会员国 而且陈钊兹和范云担任了首届共同主席 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 民党立委王定宇却说 iPad必须朝野政党人物担任联席主席 才能够成为会员国 但因为国民党拒绝参与 台湾至今无法入会 而且内部会要跨党派成员出席 周一前却没有看到在野党立委出席的征兆 导致台湾立委无法出席内部会议 非常遗憾 在野党不晓得是不是怕中国不高兴 但49位各国国会议员都没有在怕中国阻挠来台了 台湾身为东道主 希望在野党还是能够出席 好那吴春城就呛啦 我不是人在这边吗 王定宇不要搞不清楚看到黑影就开枪 会议主题叫团结 不仅台湾要跟国际团结 台湾如果自己内部先不团结 是来给外宾闹笑话 好反正民众党有参加 那么同时就因此呢 因为有在野党加入 所以成为了会员国 那么吴佩毅呢 就开马 他针对国民党 好说iPad要求会员国必须要有跨党派成员 很多国家议员都在中国打压的情况之下 坚定入会了 但台湾因为国民党屈服于中国 不愿意加入 使台湾一直无法成为iPad正式会员国 国民党立委甚至连在台湾出席国际会议都不敢 这让其他国家议员都难以理解 所以请教蔡委员 国民党到底该不该去 不该去 绝对不应该去 iPad是什么团体 我现在剥皮 他是索罗斯出钱出来干的组织 索罗斯是谁 金融大鳄 他为什么要去把全世界什么 各党各派的这些什么反中议员 把他纠结起来 他花钱就请了一个 英国恶名昭彰的退休的保守党党主席 叫做Duncan Smith来当主席 这什么好光荣的 索罗斯是谁 我们不认识他吗 他是索罗斯出钱的外围组织啊 没有索罗斯出钱 然后有什么iPad 你以为是iPad啊 你不要有我们脑筋不清楚好不好 你们民进党要去做索罗斯的狗腿制 你们就去做吧 国民党如果也去做索罗斯的狗腿制 就是很丢脸 那些两个议员来参加 没有拿索罗斯的钱 然后索罗斯还找谁来搭你啊 还找CIA 因为什么 美国民主基金跟CIA外围组织啊 那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找台湾民主基金委出钱 是台湾出钱的咧 没有任何人出钱咧 索罗斯出最多 参加这个团体有什么好光荣的啊 我不懂啊 取个名字啊 我讲民进党能够参加诈骗集团啦 真的啊 挂个很漂亮的 我就是一个国际团体 我就是在国际社会上索罗斯出点钱又怎么样 索罗斯在英国啊炒作英国外汇打垮英镑 赚了10亿美金 在泰国打垮泰铢 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赚了5亿美金 总共赚了15亿美金 跑到香港来的时候 因为已经过了1997了 没想到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 在那个香港那个 超级金融专才 在量什么 我忘了名字 那个英文名字 想量什么 重金礼拼这个香港人 超级金融专才 以前在莫根斯丹利的 出来操盘 打败了索罗斯 让索罗斯赔了20亿美金 这种人 当然会恨中国嘛 我20亿白花花的银子 是被中国联合香港 这样一搞 赔了这么多钱 本来要打垮港币的啦 结果你们看 煞雨而归 他从此当然跟中国关系 跟香港关系 就很出人不好 然后就出钱 哎呀 各国都有这个 这个反华议员 然后每个国家的在一党 執政党 我都各找一个 那我声势好大 哎呀 跨中 跨国国会议 对中政策 我们要妥协 一起来对抗中国 索罗斯 你要不要丢脸啊 你这个全世界最不要脸的 犹太人 跟我讲什么关系啊 事实啊 也不是我讲的 连那个美国 Time杂志都讲过啊 这全世界最 shame的 什么 的犹太人 美国人啊 他搞了这个团体 出钱搞了团体 哦啊 王定宇你拿多少钱 我问你一下 啊 还是汪浩 还是吴佩义 我都怀疑你们拿索罗斯的钱 是怎么还不光荣的 你说哦 没有拿钱 你心里面吃一顿饭 他只要索罗斯出钱 你那顿饭就是 就是拿他的钱啊 丢脸丢到家啦 那当然啦 赖金德想要去 哎呀 这个iPEG呢 我没有iPEG iPEG也好 不是啊 差多 差得远啊 对啊 丢脸献严 去参加索罗斯的 GOTES团体 你找一个正当的团体 参加好不好 就简单讲啊 哇 这个马祖庙我不能拜 没关系啊 我帮那个马路边 那个勇给蛇子 我就拜了也算数了 有应庙 蛤 有应庙 有应庙 有应庙也是对了好不好 他比有应庙还不如啊 他还当过来讲 哎呦 哎呦不参加啊 纳税洋那什么样 汪浩是谁 汪浩是大陆人 然后英国国籍 那整天啊 就是在香港搞反中 我公开讲 汪浩就是汉奸 你有什么年好讲 你有什么资格在台湾 指三说事啊 他台湾女婿 台湾女婿又怎么样 又不是台湾籍 你是汉奸嘛 投靠英国人的汉奸嘛 这什么好讲 跟索罗斯 是一伙的嘛 这些人有什么好话 好听他的 再来 赖金推讲2758号的决议啊 我当然蛮同情 台独理论家啦 他们最早说 开罗宣言不算数 所以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 搞过来 发现行不通 最开始 哎呀 麦克阿瑟的地号命命 有没有 讲一讲 又好像就不通 找了什么姜黄池啊 给你想说 哦还有那个自由时报 我想想 哎呀 旧金山合约 台湾地位未定论 对 只有搞老板 你什么呀 我吐槽他啊 旧金山合约啊 四个同盟国 美国 英国 苏俄 中国 哎 美国有参加 英国参加 苏俄没参加 中国没参加 你那什么旧金山合约 对中国输有什么效果 这无效嘛 你对美国 英国有效 让你到的事情啊 对中国 这个 跟 苏联就无效嘛 就是对俄罗斯无效 无效就不用谈了嘛 好好好 又想不通 就想想 哎呀 2758号 在决议文里面 只有提到蒋介石集团 没有提到台湾 也没有提到中华民国 哎呀 所以2758号决议案 对中华民国 对台湾的无效 哎 讲起好像大家很开心 然后在台独理论家 就在民进党里面 七搞八搞 然后就外销到美国的 那个什么 FAPA 那FAPA就拿这个文件 去说服美国中议员 美国中议员参与员 好像有到 坦白跟你讲 美国中议员参与员的 这种国际法的知识是零 是零 对不对 真的是零啊 对不对 我又不是 不晓得有几个 还是我同校同学 根本没水准 他不懂 然后呢 哎呀 就提案提案 那好像一回事啊 赖金德就 哎 如获自保 2758号决议案呢 就跑到 索罗斯的这个 这个走狗团体去 去那边讲话 你到底懂不懂啊 2758号决议 我们不是一个案子 有三个案子 这个 我们都民意代表出身 我们都知道 一个议案 有个本案 还有修正案 对不对 表决是先表决修正案 不是先表决本案 所以在表决2758号决议案之前 我先表决两个A630跟A631的案子 这两个案子是什么 因为本案叫A632 本案是什么意思 本案是说 的确是讲蒋介石集团 不代表中国不能在联合国有席位 不是国家 可是之前是什么 第一个案子是沙特阿拉伯提的 叫做一中一台案 台湾是一个国家 中国是一个国家 两个国家一起交联合国 被否决 只有三票支持 否决理由什么 台湾不是国家 第二个案子 美国提了 跟日本提了 叫两个中国双重代表权 哎呀台湾中华民国 哎呀这个大陆中华民共和国 两个国家一起参加 但是实在一个中国主权底下 两个国家 就是西德模式 两德模式 两韩模式 两个模式是后来的 一表决输了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不能参加 因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那你最后才表决本案 台湾不是台湾 台湾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最后是什么 是蒋介石集团 所以他驱逐 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文字写得很清楚啊 是这样来的 那这样来的 你提2758的决议案不是要告诉人家前面还有两个修正案吗 被踢掉啊 不成了 这是法律结果啊 所以 两个月前 联合国的发言人 注意到 我们叫外交部发言人可能是外交部第三个位阶人吧 然后像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大概第四个位阶 联合国发言人是第二个位阶 这个联合国发言人在联合国任期比古德雷斯秘书长还久 他公开出来讲 23582决议案确定台湾是中国的一省 连客区都不是 大陆还很客气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啊 联合国说我文件上就是台湾是中国一省 联合国发言人公开讲的 你叫他AIT主席出来讲讲看啊 看你对海联合国对啊 所以解释275882决议案弄出来 结果是对台湾越加不利 赖清德他念医生的我不怪他 他旁边绕着那什么姜黄纸那边骗他的 当个总统 你也不找一个正经的国际法学者 比如小小的蔡正元给你一个建议 对不对 你根本没念书嘛 所以我跟大家讲 你扯这种问题想要来证明 你台独的正当性 自铺其短 那什么蒋介石集团 就是你赖清德是民进党 或者是李登辉啊 都是蒋介石集团的继承人 你说是不是 你是不是 都是因为蒋介石打国公内战下来的 然后就让什么大陆那个什么 卢沙爷讲说 哦你就是什么叛乱集团 我要打脸卢沙爷 你到底有没有读书啊 你跟赖清德一样没有读书 我发言什么 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给你听 注意到 香港终审法院是普通法的法院 普通法的最高法院 普通法有个特色 是跨国的法律原则 香港判决的普通法 适用于英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包括美国 叫终审法院的判决 终审法院的判决 有个很重要的判决 大陆人好像不太注意 这台湾人也不太注意 我再来解释给大家听 这个是一个台湾有个丁性的投资 要怎么说 地下投资公司的老板 在台湾骗了很多钱 跑到香港去 香港 台湾的受害者 就在台湾的法院取得债权证明 要跑到香港请香港法院主持公道 把丁性的法院 丁性人士的财产 在香港的财产 能够分配给大家 香港法院怎么判决 香港法院高等法院判决 台湾的法院是叛乱政权的 底下的法院 我们不宜财任 注意到就是如沙爷的说法 香港高等法院判决 那台湾的这些受害的投资者 就上诉到终审法院 终审法院就组成一个法庭 这个法庭三个大法官 一个加拿大人 两个中国人 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判决 他的原文 我尽量原文念给大家听 他说根据国际法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序言第九自然断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以及香港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31条规定所制定的 香港基本法 本终审法庭裁定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对台湾地区无法施行管辖权 但是不因此而卸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对于台湾地区的主权责的责任 跟义务 中国中央政府 富有保障台湾地区人民的权力 福祉的国家义务跟责任 尽管台湾地区现在处于分类政权的状况 但是中国中央政府有责任 有义务 全力保护台湾地区人民的福利 你知道中共官员现在跟我讲 这个判决哪一点不对 怎么哪不对 哪不对 讲不出来 他终审法院厉害在哪里 他说不是判断政权是分类政权 你的判断政权 你的法院裁定我不承认 你是分类政权我就要承认 然后第二个 你不要你没有管辖权你就没事 你仍然是主权责 因为台湾根据国际法跟宪法 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你作为一个中央政府 你就有这个责任义务 去实行国家义务 你要保障台湾地区所有人民的利益 所以判决台湾的投资者 可以去跟这个什么 扣押这个丁信的什么 骗子的什么财产 听到没有 这个叫法律 香港终审法律做的决定 是因为是普通法的法庭 阿亮跟他们两个都很清楚 普通法法庭是跨国的 是真正的跨国判决 所有的普通法国家一概私有 美国普通法国家要私有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 印度纽西兰 还有那个什么 普通法国家还有很多 英国 一律私有 那你今天告诉我 2758的决言是什么 第一个 香港终审法院的判决 目前没有人推翻它 对 对 是什么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中央政府 对台湾的人民负有法律义务责任 所以香港终审法院要保护 要保护台湾地区人民的利益 那什么 这是国家义务啊 你因为国家只有权力没有义务啊 国家是有国际法的义务 有宪法的义务 那是什么 分类政权 不是判乱政权 鲁赛你听到没有 要不要去发管终审法院 那个厚达 200页的判决书 那你说蔡主任你怎么知道 这是我博士努力研究的对象啊 对啊 所以我不跟你讲啊 所以为什么博士努力能够在全世界卖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讨论这个 这个判决的 法律是有世界性的义务 你美国是不是普通话国家 是啊 你就要去面对这个 你美国有没有法院推翻这个判决 没有啊 那你大陆上的观点 能不能推翻这个判决 没有啊 所以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跟2758的决议案 你怎么去处理 那你自己去把这个 自己最难赢的战场拿来这么打一打 你赖清德到底有没有脑筋啊 你到底有没有脑筋啊 我昨天才赞美说 你金门决议处理的很好 你今天又去吞谁 你那点输好不好 我知道总统很忙啊 你不要光听什么江方词啊 薛化元啊 那些人骗你了 人家他又没有要成功 他是做大内宣用的 那大内宣十遍骗子也可以啦 我们有意见了 来看到这个被称为史上最大的国际议员团 也就是IPEC 访问台湾 在台北举行了年会 那这个时日评论员汪浩呢 就抨击 韩国瑜竟然不出面接待 我们纳税人养他有何用 我想他指的应该是 韩国瑜是台湾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那我请教静平 韩国瑜一定要去吗 没有规定啊 谁规定韩国瑜一定要去啊 这个外交部出钱的 然后这个 因为今年的IPEC议员会在台北举办 那外交部砸了那么多钱 邀请他们来这边 他们要骂谁都没关系啦 因为他们出钱 他们爱骂谁就骂谁 就像我现在爱骂民进党 我就爱骂民进党怎么样 国民党我就不会这个 好像讲民进党好棒棒一样 一样正常的 所以民进党就会酸国民党 骂国民党跟骂民众党 这不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韩国瑜又跟你们不同道 虽然都是民主自由 我们讲的民主自由 跟你们讲的民主自由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们有你们所谓的这个 不管是意识形态也好 政治立场也罢 什么都要栽在韩国瑜头上 那请问你 我不晓得那个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已经给这个 韩国瑜鼠疫的人选没有 已经给他担了吗 已经给这个 卢业忠 卢老师 卢老师让他变民主基金会执行长了吗 王浩先生 我请问你 你这么喜欢韩国瑜 尊重韩国瑜的话 那韩国瑜鼠疫的 往年由民主基金会董事长来 他决定 提名民主基金会执行长 请问外交部同意了吗 请问民进党占多数的这个 所谓的民主基金会的董事 同意了吗 你只是把韩国瑜当成一个傀儡 跟棋子推上前面 喜欢韩国瑜 要韩国瑜的时候就出来 蹭一下他 摸摸他 不喜欢韩国瑜的时候 就在他身上抹大便 然后丢臭味是不是 那所以汪浩 我看不懂你们用这种方式 想要从韩国瑜身上 捞到你们的政治利益跟好处 那韩国瑜他会那么呆那么笨吗 所以我觉得 汪浩也好 王定宇也罢 还有吴佩毅也罢 这些人啊 你不必睁着眼睛说瞎话 然后用这种情绪勒索的情勒方式 想要说 哎呀你刚才韩国瑜没出席 我们养他干嘛 国民党议员也没出席 在义党议员也没出席 就把民众党都没看在眼里这样 反正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要骂都要酸 为什么要出席 出席你个叉叉 我真的觉得 不管吴佩毅或是王定宇 或是王浩 叉叉你的西瓜 为什么要出席那种 不管是烂巴拉或鸟番薯的东西 不出席就不出席怎样 你咬我啊 就不出席又怎么样 所以每一个活动 每一个政治团体 或是每一个 不管是国际组织国内组织 都有各自的政治立场 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团体的话 大家有大家的方向跟目标 或政治信仰 我跟你没交集 那没什么好谈的啦 你把国民党跟民众党的人 当成跟比中国共产党 当成比对岸更是 十恶不赦的这种仇人 内部的敌人 民进党一直是这样 我干嘛要跟你民进党敌人在一起啊 就这么简单 我国民党跟你民进党就是为敌嘛 就是我干嘛跟你 我就是监督你民进党 我干嘛跟你在一起啊 各国议员 二十几个国家 什么四十九个议员 那又怎样 那你去啊 你去放你的屁啊 关我们屁事啊 就这么简单 我就我是国民党党员 我是国民党态度 我就这样 也不用理会一些什么 不是真的很轻率的这个媒体人 讲啊我很失望啊 怎么如何 国民党如何重返子 那是你家的鸟事 关我屁事 这样 那又怎样 台湾关心什么 台湾的现在关键是 现在还有很多地方 下大雨下好雨 风灾水灾 然后天气酷热 有很多的这个地方 更带关心 包括这个农水产等等 然后还有一些观光的这个状况 现在因为正值七八月 暑假的这个观光热记 台湾到底能不能达到这样一个门吗 大家是关心的生活 关心的是观光 关心的是产业 关心的自己是住家环境 和地方的这个整个状况 谁跟你关心那个 你还整天 选举年你在那边吵什么 怎么样对抗中国反中抗中 我们要集合成一个大家庭 集合成一个抗中联盟 你选举的时候 要拿这个来炒作就算了 很抱歉 现在2024年1月13号 总统立委选举都选完了 各自归队 各自回去 养小鸟养狗狗养猫猫 然后做什么事情 那你现在非选举 你要把这种事情拿出来嘴 我觉得很好笑 我当作左耳进右耳出 不管是非清律的媒体人也好 或者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些 深律独派始终立委一样 就好像今天统派 如果邀请这个深律独派的人 一起参加他们的反独 处统的大联盟的这个活动 集会的话 然后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 极端的统派 或深蓝的邀请深律和这个 独派的一起来参加 然后他们没来参加 深蓝的和这个统派的人 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去怪他 因为这就是立场不同 但是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他们不会白目到说 深律的这个独派 台湾独立大联盟的要来参加 这不会白痴嘛 所以吴佩玉跟这个 吴佩玉跟王定宇他们不就是说出一些 真的是智商等级非常差的话吗 那只会拿这个来吃豆腐 然后做文章没有用 你对这种蓝银来讲 或者国民党来讲 就跟你们绿银铁板一块的一模一样 完全没用 只会拿你来这边蹭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今天你把这个账要算在韩国瑜 请你先把韩国瑜要求的事情 你先尊重他 没有尊重他的时候 没有给他充分的权力跟人事权的时候 然后外交部在那边主导了什么民主基金会 然后现在又在主导这场 IBSA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出了那么多钱 你们 你们砸钱就去办你们的事 把你们的鸟嘴跟那个 这个屁嘴闭上就好了 不必拿这种东西 然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去讲这些 然后就要去蹭韩国瑜武士山 那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今天都用难听的话 去形容从汪浩到吴佩玉和王定宇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让我瞧不起 简直莫名其妙 而且是像个跳梁小丑一样 讲他们的话 我觉得当笑话一样 我宁可关心现在天气热 然后什么时候下不下雨或怎么样 也不关心这些人 到底他们想要干嘛 然后趁这个时候 拿IPAC又来消费在野党 然后用这种东西去攻击韩国瑜 然后始终没有韩国瑜 他们就好像要悬梁致敬一样 没有韩国瑜他们就活不下去一样 没有韩国瑜他们就没有话题可以吵一样 我觉得够了吧 韩国瑜什么高度什么格局 懒得鸟你们 不过资深媒体人呢 他也是在检讨在野党 这是黄伟翰 他说连一个IPAC国民党直接放空圈席 连民主自由人权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的组织 都不敢表态了 还谈什么反并吞 还怎么有可能重返执政呢 他提到IPAC确实反中 但反的其实是不民主 没人权以及没有言论自由 哪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了 有人权了 有言论自由了 自然会与IPAC理念相结合 那与其因为担心对岸不满而选择缺席 国民党更应该看看IPAC坚持的理念是什么 一民主自由人权 二支持台湾参与国际 以上两点难道国民党不支持吗 为什么选择缺席呢 那今年五月还去日内瓦争取 要参与WHA干嘛呢 好那桃源市议员林涛了 他也有一些回应 他说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的主张 就是对话与国防并重 与IPAC抗中理念从来不同 国民党宁可参加100场立场持平 公正讨论的国际两岸关系的研讨会 就是要拒绝参加类似IPAC立场不中立的组织 举行大败败事 而且无助解决两岸问题的会议 他说我们的政策路线符合台湾多数民意 但IPAC立场是吗 民进党逼国民党非参加IPAC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捷克虽然反中 但他们愿意和台湾一起站在民主国家的立场 讨论两岸关系 而非只能抗中杀中 不利两岸对谈交流与和平 所以请教亮哥 国民党去不去 那当然现在有两派在争论 那对于这个伟汉来说 如果你不去的话 也就是你不支持民主自由人权 以及参与国际组织 可是千万言论自由跟人权 如果你就要标榜连这两点都加进去的话 去参加是不是打脸自己 你台湾也是关掉中天 也没有言论自由 也查人家水表 也没有让这个 不跟你这个民进党同样政治主张和政治立场 让他充分的有人身自由 然后动不动就受到这种恐惧威胁 好像一定要跟你站在一起 现在就是一种 现在这就是一种 那难道如果去参加IPAC的话 就可以拥有这些人权 人身自由 言论自由吗 那这不是在打脸自己 你这些49个包括王定宇和吴沛英 你这不是在台湾也是被你反在里面 你在骂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很讽刺很可笑 如果你要把这两点 有媒体人要把这两点加进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台湾 除了民主那一块 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这些等等包在一起 现在的现状 你去问大多数的台湾 粤听大众和民众 是不是有这种感受 亮哥呢怎么看 这个IPAC为什么这一次到台湾 一定要在野党参加 因为你如果没有在野党参加 你不能入会 他规定一定要左右两党都有会员 我们出钱我们不能入会 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规定 就一个国家至少要有两个党参加 那就表示索罗斯想要绑架所有的党 对没有错 而且再朝在野都要有人参加 那党主席 地下党主席索罗斯吧 想讲 所以事实上真正问题到最后 就是牵涉到IPAC有多重要 你如果认为他就是一个统战组织 那你为什么要参加 就他对国际有影响力吗 你就去讲嘛 那你现在只是自己出钱 然后呼应索罗斯 然后搞个国际厂 那来了50个人 那就陈昭之去呼应一下 然后让你能够参加 因为民众党是在野党 就是这样而已 那所以让你能够入会 那入会能干嘛 就是那个国民党难道主张 要给大陆并吞吗 人家只是论述跟你不一样 你去现场看他们发的言 那他们发的言 就是跟国民党在理解 两岸的形势 还有国际的形势 就是不一样的嘛 比如说这个组织搞下去 搞到台湾就变成乌克兰 那你要吗 那你反对275报告决议 阿里亚哥讲对了 索罗斯在俄乌战争爆发前 就到乌克兰搞了八年 事实上美国就是民主基金会嘛 他以前不是也搞金融危机 因为他在搞东欧 他也在搞和平演变啊 就是说你要搞那个 中华民国的自主空间 反并吞 你不一定要接上这个论述啊 所以重点在这里嘛 就是你说这个就是 比如说黄伟翰说 你连那个抗中反并吞 你都不支持 那你到底在支持什么 不当然国民党要出来说啦 说你支持什么 那去说RFAC这个论述你不支持 当然那个国民党作为一个 不参加的一个最大在野党 当然有必要出来说明啊 为什么你决定不去嘛 这当然是这样啊 那决定去了就是怕你的论述 敌不过民进党嘛 或者民进党是夹阳自重 对 现在结合了一些国际反中力量 一起来做这个论述 那你国民党说得过他吗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政党的竞争 这个我是同意的 所以黄伟安提这个问题 你也不要把它理解为说 好像只能参加 不能够站着不同的立场 可是你如果不参加 也不讲你的论述 那你就会受伤啦 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啦 比如说 可惜我们政元兄不是立委啊 不然他自己就出来开记者会 那你这样就构成一个论述嘛 不因为你不参加 然后要说你的真正的道理 还有说参加这个 对台湾也没什么好处 搞不好还被卷入 变成乌克兰第二等等 你是有一套论述可以讲的啦 因为美国民主基金会介入的个案 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啦 你去看各种颜色革命嘛 有哪里有好结果嘛 连委内瑞拉现在刚选完 他都不承认 然后你去看图尼西亚 去看利比亚 去看阿拉伯茲村 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嘛 所以我就说 这个牵涉到你一个很大的论述 所以你国民党 就是要把它整理出来啦 然后你未来 这个事实上也是国民党要选2028 必要的论述啦 因为民进党就摆明了 他就是跟民主同盟 这个论述结合了嘛 那除非他倒霉碰到川普啦 因为川普不玩这个啦 那可是如果是贺锦丽 贺锦丽就继续玩这个 那到时候他一样还是用假洋自重 然后用这个来打你啊 2028你几乎可以预期嘛 然后他一定会说嘛 说接下来就斗争韩国瑜啦 汪澳那个说法就被他们拿来用嘛 所以你当这个 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的董事长 到最重要时刻你不露脸 你不露脸 对不对 不露脸造成我们差点不能入会 那硬去拉承招之来啊 我真的就是这样啊 他事实上本来是要找国民党的 对 因为一定要有两个党才能入会嘛 而且要朝野啊 那结果国民党不配合嘛 所以 我估计今天晚上的政论节目 一定是铺天盖地骂韩国瑜 我跟你保证啦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就是 韩国瑜也好 或者国民党也好 要有一套完整的论述啦 为什么你选择不参加 这个是大题目哦 你不要以为他小哦 确实 就我不要成为乌克兰第二 我不要变成颜色革命的受害者 这个有很多话可以讲的啦 我不要变成手螺丝的走狗 不啦 之类的啦 反正就是同 这是同一个逻辑啦 对 同一个逻辑嘛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蘆薈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蘆薈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MING PAO CANADA